万物皆无光 只有你的眼明亮 草璇哥哥 大人 西岩王三 游戏结束了 我一定会尽快去玉山接你回来的 好 我等你 对不起 我等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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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 看时间 的流离 爱的宿命 一步一去 难 逃避 你找死 我 只剩余是爱 吹下 没 只关心 都神经弄到药了 太好了 我是说 师兵们有救了 药到了 药在哪儿呢 你的药已经全部被集 在清水镇东柳街 左边第四湖的地窖里 军师自可派人去拿 你很在意她 朋友嘛 朋友就帮个忙 你弄那些药很麻烦吧 不麻烦 你什么时候离开清卉镇 不离开 那你的未婚妻过来找你 这次多谢你也肯帮相了 我先走了 你又受伤了 你又受伤了 你可真幸运了 有我这么一个包之败病的血包 药 没拿到 没有 涂山家有人泄露了藏药地点 我被埋伏了 绝不是涂山景 我知道不是她 是谁啊 你该去问涂山景 你知道是谁结的药吗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跟上次伤我的是同一伙人 我怀疑山里有内剑 只可惜杀了一个 还有漏网之语 是属下无用 这次虽然伤了向柳 但是带去了几个帮手 都被向柳杀了 只有属下逃了回来 属下担心这次的事情漏了行踪 向柳追查下来 会威胁到主上的安全 向柳确实是个危险人物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 趁她受了重伤 立即吊牌人手把她找出来 斩草 务必出根 不是吧 我怎么会这么巧 你知道是谁 先让我冷静冷静 是关上前仗势的性命 讲的是你寂寞的游戏 是 有脖子的血 不能隐藏 此人手下众多 而且我怀疑 她跟涂山市的人有勾结 一旦此时闹大 我怕涂山市的人会帮她 我有一个办法 可也并不渲染地拿回药 属下无闹 让向柳跑了 那瓶药呢 尊主上吩咐 已经提前专做药材 让向柳铺了个空 向柳绝不会善罢甘休 向柳找上门来了 她既然敢来 我便去会会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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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